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鄉公所要蓋這個隱石水泥一半場 沒有經過我們鄉民同意 也沒有跟我們做協調溝通 蘭嶼是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 是一個台灣疆界最清楚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 這毫無模糊的空間 蘭嶼現在已經有三家預辦廠 沒有理由再設第四個 因為現在的開發根本是原住民不想要的 十分之一的費用讓原住民去整理 我相信會變成更美我們更想去的地方 我們反對台東縣政府和蘭嶼相公所 用他們熟悉的法律解釋當作工具 來強佔沒有法律常識的蘭嶼人的土地 我們一再的穿這個傳統服 生氣的服裝裝備到台灣來 主要表示政府一次又一次的使我們生氣 這個就是位於我們東青部落的東青七號地 青山綠地很漂亮的一個地方 那在三月份三月底的時候 就有部落的人看到有挖土地在挖 然後當時他們就以最自身來去阻擋這一些 然後當我們知道這些消息之後 我們就開始召集整個部落的人來去整理那一塊地 那這個齊老在說這一塊地是我們以前祖先有種地瓜 還有種那個就是山藥的地方 因為風太大所以暫時就沒有在那邊耕種 但不代表這個就是政府的 所以我們開始輪子在那邊看 但是已經有人在那裡看還是偷偷地在晚上挖 所以部落的人非常氣憤就是要控告 要報警就是控告那個就是開挖的 那當時我們也收集就是召集了很多的志工 然後幫我們做一些布條 然後在二十號我們召開記者會 正式對外公布我們所遭受到的這些苦難 很多的部落的身體不舒服的殘障的甚至其勞 他們帶著疲憊的身體還到這麼遠的地方 然後在當天就有一個很大型的車就是預辦 他們準備要預辦的那個車很大型經過我們的面前 大家看他這麼大型的車子在這麼有限的馬路當中 這樣來回小孩子的安全和整個空氣的品質 大家就可以可想而知 在氣氛之下我們達悟的勇士是用驅魔的方式來驅趕這樣的一個惡靈 所以這位是那個縣政府的縣社科的來驅趕 現在所有我們設置範圍內的範圍 東通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有地 這個我想這邊有沒有人不贊成 我不贊成 不贊成 我請問一下 你中華民國我們的祖先來這裡都是你中華民國的 在哪裡 在哪裡 你中華民國在哪裡 你這樣沒辦法解決問題 對啊 我們也沒辦法解決問題 有的人都中暑了 可是結果還是這樣 隔天之後就有警察 一大批的警察 這是我們部落七年他哽咽的表達他的憤怒 這就是我們這期間的經過 謝謝 南語湘公所聽台都縣政府的話 用這個所謂的國有共用財產無償提供的使用原則 卻規避所謂的原住民主基本法 規避原住民保留地管理辦法 那這個預辦廠的功能呢 是為了要因應天平風災之後的一些重建計畫 包含了五條野溪的整治 包含了三條環島公路自行車道景觀廊道等等的建設 所以要蓋一個水泥預辦廠 為了以後要在這裡做很多的公共建設 為了促進我們國家 剛剛講的中華民國政府 對於蘭嶼的公共建設 所以要剝奪傳統領域 蓋一個水泥的預辦廠 那將來水泥預辦廠蓋好之後呢 還有更多的公共工程 會在蘭嶼的島上面進行 所以其實這整件事情 它其實是一個起頭而已 這個剝奪傳統領域是一個起頭而已 未來的更多的所謂的野溪整治 很多的公路的修築 會造成當地更多更多的破壞 怎麼說 第一個 我們先看這個預辦廠 工程單位說 縣政府說 這是一個臨時的預辦廠 將來會恢復 請問一下 有任何的計畫當中 工程單位有對於現在的生態環境做調查嗎 如果你沒有調查 你怎麼會有辦法回復呢 我們先不要講工程 只要有任何的廢棄土 我們都知道來雨的天 後是暴雨型的氣候 一下子雨就來 一下子天就起 雨下去了 土下去了 你說珊瑚醬 你要怎麼恢復它底下的海底生態環境 是不可能的 所以其實我們已經看到 這個工程單位粗暴 不僅是說臨時性不適用任何的法規 不用管理 然後也騙你說我以後會恢復成原來的樣子 這有可能嗎 你不跟居民來做溝通 晚上半夜來溝通 天黑黑的時候來溝通 然後用什麼態度溝通 先告訴你說我們這個地方是中華民國政府管的 多荒謬啊 中華民國政府什麼時候管過藍雨 有 就是他們要把核廢料放過去的時候 他們說我們要蓋魚罐頭工廠 都是部落族人一直在那個地方生活 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農耕 他們所有的漁獵習慣 通通都跟這塊土地產生關係 跟中華民國政府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憑什麼說它是一個國有地 這件事情是很荒謬的 所以我們認為 在環境生態的部分 它沒有任何的恢復計畫 將來可能造成更多的破壞 在土地的許可上面 在土地的所有權上面 這個地方完全都是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 你沒有資格 你也沒有辦法說 你要做這個臨時型的預辦廠 我們東青部落 為什麼那麼堅持去守護自己的傳統部落 如果今天東青部落失守了 全蘭嶼就毀了 也許全台灣原住民的保留地也就毀了 因為它都可以用國有財產無常使用辦法 來去處理原住民的土地 這個是原住民的傳統領域 也就是我們研究法規定的原住民的土地 那根據原住民法二十一條裡面就是說 如果必須在原住民的土地裡面 進行開發或者是任何使用 必須取得原住民的同意 當然如果用相關的法規 比如說必須做環境評估等等也必須要這樣做 好 那我們必須講說 原住民法是立法院通過的法律 然後呢 這個時候國有土地使用的辦法 這是一個行政命令 很清楚的 法律是不是都高於 位置上高於行政命令的 那更不用講說 我們原住民的原住民的原住民法是特別的 優於一滿法 我想這是一個最基本的 我不曉得 就是說 相關的單位或者台東縣政府 他在搞什麼東西 是不是把我們原住民法當作是參考用的 當作壁紙在用的 在這邊表達我們的訴求就是說 第一 我們要求原民會立即介入調查 然後議員機法撤銷水泥板廠開發計畫 與廠商的開發許可 第二 監察院對台東縣政府及南語鄉公所可能涉及的濫權 失職或其他不法之前展開調查 然後要求相關單位原民會地政司國產署 厘清公有原住民保留地支管理法令 並追查台東縣府與南語鄉公所在土地區的行政程序中 涉及的違法之嫌 第四 抗議台東縣政府濫用警察權為廠商負航 要求徹查失職人員 第五 反對土地開發黑箱作業 要求行政院介入展開監督機制的對話 第六 抗議原民會行政怠惰 要求建立原住民傳統領域權之立法 主持人 主持人 通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